另外來看宜蘭市長特別在兒童節的前夕 帶著由小朋友票選出來的禮物 送給每一位幼兒園的學生 而今年所送的是文具組合 除了方便小朋友學習使用 還富有打彈珠的遊戲 在娛樂之餘也能提升學習興趣 在老師的帶動下 小朋友快樂地跳著健康潮 展現活潑可愛的一面 隨後市長依依將今年的兒童節禮物 分送到每一位小朋友手上 同時鼓勵大家要認真學習 今年所送的文具組合 是經過學生代表投票選出 尤其這個鉛筆盒 也有打彈珠的遊戲功能 適合下課遊玩 所以小朋友一看到後都覺得實用又好玩 彈珠鉛筆盒 是不是可以裝鉛筆又可以玩對不對 對 那開不開心 開心 這個是什麼禮物 鉛筆盒 開不開心 開心 這個好不好用 好用 有一個鉛筆盒 還有筆 還有池 這些都是非常實用 尤其是鉛筆盒造型很特殊 他還有一個彈珠 他玩 所以說下課的時候 就把彈珠打一打 這樣子很好玩 這樣子很好玩 那可以提高學生的一個學習信息之外呢 也能夠讓他們娛樂 更能夠讓這個產品給他們聯想到他們的一個創意 所以說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還是要設計什麼樣的一個事物物品 都能夠用你的想像力去做一個創作跟發揮 所以說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需要小孩去引導他要怎麼做 思考他要怎麼去做他所想做的事情 公所表示 為了讓小朋友健康安全學習 幼兒園將提供更專業更貼心的教學環境 讓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快樂成長 宜蘭兄的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大家好 大家好